侯爵掏出了钱包 从里面漫不经心地拿出一个金币扔在地下 命令他的侍从拾起来 他说 我看这事真怪 你们这些人连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了 总是有一两个人挡在路上 我还不知道你们把我的马伤成什么样子了呢 那把这个给他 所有的脑袋都像白鹤似的往前伸着 所有的眼睛都想看见那金币落下 孩子的父亲 那个高个子男人 以一种绝对不是人间的声音大声地叫着 另一个男人匆匆地赶来拉住了他 别的人纷纷让开 那可怜的人一见到来人便扑到他的肩膀上抽气着 嚎啕着指着泉水 那儿有几个妇女 躬身站在一动不动的包裹前面 缓缓地坐着什么 却也跟男人们一样 无声无息 刚来的这个人说 我全知道 我全知道 要勇敢知道吗 加斯帕的 可怜的小把戏 像这样死了倒还好点 转眼功夫就过去了 还没受什么痛苦 他要是还活着 能像这样快活一个小时吗 听了这话 侯爵微笑着说 你倒是像个哲学家 人家怎么叫你啊 叫我德巴尔 你是干什么的 侯爵大人 我是卖酒的 那好吧 卖酒的哲学家 我也省你一个金币 把这钱拾起来 随便去花吧 马夫 马怎么样 没问题吧 侯爵大人 对人群不屑多看一眼 他把身子往后一靠 正要以偶然打碎了一个平常的东西 已经赔了钱 而且赔得起钱的大老爷的神态离开时 一个金币 却飞进车里 当浪一声 落在了车板上 他的轻松感 突然被打破了 他大声地问道 停车 带住马 刚才是谁扔的 他望了望 卖酒的德巴尔刚才站着的地方 可是 那个凄惨的父亲 正匍匐在那儿的路面上 他身边的身影 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黑见状的女人在织毛线 侯爵面不改色 除了鼻翼上的凉点之外 他的口气很平静 你们这些狗东西 我非常乐意从你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撵过去 从人事上把你们消灭掉 我如果知道是哪个混蛋对马车扔东西的话 如果那个强盗离我的马车不远 我就要让我的轮子把它碾成肉泥 人群受惯了欺压恐吓 也有过长期的痛苦经验 他们知道 这样一个人是能够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 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因此 没有做一声回答 没有一只手动一动 甚至 也没有抬一抬眼睛 男人中 一个也没有 只是 那支着毛线的妇女 仍然抬着头 目不转睛地 盯着侯爵的面孔 注意到这一点 是有伤侯爵的尊严的 他那轻蔑的眼睛 从他的头顶上一扫而过 也从别的耗子头上一扫而过 然后 他又向椅背上一靠 发出命令 走 马车 载着他走了 别的车辆 一辆接着一辆飞驰过来 总管 谋事 赋税承包商 医生 律师 教室 大哥剧演员 喜剧演员 还有整个化妆舞会的参加者 一道琳琅满目的人流 飞卷而去 耗子们 从洞里爬出来偷看 一看 就是几个小时 士兵和警察 常在他们和那兵分的行列之间巡视 形成了一道屏障 形成了一道屏障 他们 只能在后面 勋寻 窥视 那父亲 早就带着他的包裹 躲得不见了 刚才 曾照顾过躺在泉边的包裹的父女们 在泉水边坐了下来 望着泉水 鼓鼓流过 也望着化妆舞会 隆隆滚过 刚才惹眼地站在那儿 织毛衣的父女 还在织着 就像是一个命运女神一样 一立不动 井泉的水 奔流着 滔滔的河水 奔流着 白天 流成了黄昏 城里众多的生命 按照规律 向死亡流去 时事与潮流 不为任何人 稍稍驻足 耗子们 又在他们黑暗的洞里 挤在一起睡了 化妆舞会 在明亮的灯光下 用着晚餐 一切 都在轨道上运行 乡下的风景 很美丽 小麦闪着光 但节粒不多 在应当是小麦的地方 长出了一片片 可怜的苛麦 一片片可怜的豌豆和蚕豆 和一片片最粗糙的蔬菜 代替了小麦 不能行动的自然界 也跟培植他的人一样 有一种普遍的倾向 那就是 不乐意生长 垂头丧气 没精打采 宁可枯萎 侯爵大人 坐着他那有两个车夫 驾驶的四马旅行车 往一道陡峭的山坡 吃力地爬上去 侯爵大人脸上泛红 但这无损于他的高贵血统 因为那红色并不来自他的体内 而是来自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 落日 旅行马车来到了山顶 落日辉煌地罩着 把车上的人进入一滩星红 侯爵大人撇了他的手一眼 说 太阳马上就要死掉了 实际上 太阳已经很低了 这个时候便突然落了下去 沉重的刹车器 在轮子上弄好 马车带着灰尘的气味 往坡下滑 并且掀起了一片尘雾 红色的霞光在迅速地消失 太阳和侯爵一起下了坡 卸下刹车器的时候 晚霞也收尽了 但是 在山脚下 还留着一片破落的田野 粗犷而赤裸 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庄 村子那边 一片开阔地连着整个缓坡 有一个教堂尖塔 一个封墨 一片狩猎林 还有一片峭壁 壁顶有一座用作监狱的碉堡 夜色渐浓 侯爵带着快要到家的神色 望了望四周 逐渐暗淡的景物 村子只有一条贫穷的街道 街上有贫穷的酒厂 贫穷的削皮作坊 贫穷的客栈 贫穷的驿马站 贫穷的泉水 和贫穷的设施 他的人也很贫穷 全都十分贫穷 很多人坐在门口 切着不多的几头洋葱之类 准备着晚饭 许多人在泉水边 洗菜洗草 洗大地所能生长的 这类能吃的小产品 标志着 他们贫困的根源的东西 并不难见到 小村里的堂皇文告要求 向国家交税 向教堂交税 向老爷交税 向地区交税 还要交些一般的税 这儿要交 那儿要交 小小的村落 竟然还没有被吃光 这反倒令人惊讶 路上看不到几个孩子 狗是没有的 至于男子汉和妇女 他们在世上的路 已有景色做了交代 他们或是在 风沫之下的村子里 依靠最低的条件 狗言残喘 或者是关进悬崖顶上 居高临下的监牢里去 死在哪儿 由流星爆马和车夫 啪啪的鞭声开着道 侯爵的旅行马车 来到了驿站大门 仿佛有复仇女神在随事 驿站就在泉水边不远 农民们停下手里的活计望着他 他也看看他们 不过他虽然看到 却并没有感觉到 那些受到细水长流的 痛苦磨损的面孔和人形 这类形象 在英国人心目中 形成了一种迷信 那就是 法国人总是受削憔悴的 而这种迷信 在那类实际情况消失之后 差不多一百年 还存在着 侯爵大人 目光落到了低垂在他面前的 一片寻顺的面孔上 那些面孔 跟他自己在宫廷的大人面前 低眉顺眼时的样子 颇有些相像 只是有一点不同 这些面孔低下来 是准备受苦 而不是为了赎罪 这时候 一个花白头发的捕鹿公 来到了人群跟前 侯爵对流星爆马的人说 把那家伙给我带上来 那捕鹿公被带了上来 他的手里拿着个帽子 别的人 也跟在巴黎泉水边的情况一样 围上来看热闹 侯爵问道 我在路上 从你的身边走过吗 哦 是的 大人 我曾有过您在我身边走过的荣幸 是在上坡的时候 和在山坡顶上的时候吗 哦 是的 是的 大人 没错 那么 你那时候死死盯住 看的是什么 哦 大人 我看的是那个人 他略微地弓了弓身子 用他那顶蓝色的破帽子 指了指车底下 他的伙伴们 也都弯下腰看车底下 侯爵问 那到底是什么人啊 你这头猪 你为什么看那儿 哦 对不起 大人 他就掉在刹车孤的铁链上 啊 是谁 哦 大人 就是那人 啊 但愿魔鬼 把这些白痴都抓了去 那人叫什么名字 这一代的人 你都认识的 他到底是谁 哦 请恕罪 大人 他不是这一代的人 我这辈子 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呢 你说他掉在链子上 那不是要呛死他吗 哦 大人 请恕我直言 怪就怪在这儿了 大人 他的脑袋就这么挂着 脑像这样 他侧过身去 对着马车 身子一倒 脸像天上一痒 脑袋就倒垂过来 然后他恢复了原状 摸了摸帽子 鞠了一躬 侯爵又问 哦 可真有趣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哦 大人 他比末房老板还要白 满身都是灰尘 白的就像个幽灵 高的也像个幽灵 这一番描写 对这一小群人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但是他们并没有交换眼色 只是望着侯爵大人 也许是想看看 是否有幽灵 纠缠着他的良心 侯爵很高兴 这些耗子 并没有冒犯他的意思 他说道 好啊 你做得对 你看见一个小偷 都在我的车上 却闭着你那大嘴 不知声 呸 把他放了 加布尔先生 加布尔先生 是游务所所长 也办点税务 他早就巴结的出面 来帮助盘问 而且摆出了公家人的样子 揪住被盘问者的破袖子 加布尔先生说 呸 滚开 加布尔先生 那个外地人 今晚要是 在这个村里 找地方住的话 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查一查 他有没有正当的职业 哦 大人 能为你效劳 我深感荣幸 他跑掉了吗 伙计 啊 那倒霉的人 到哪去了 那倒霉的人 就是那个捕鹿公 已经跟五六个好朋友 钻到车子底下 用他的蓝帽子 指着链子 另外五六个好朋友 立刻把他拽了出来 气喘吁吁的 送到侯爵大人面前 侯爵问道 你这个傻瓜 我问你 我们停车 弄刹车的时候 那个人跑了没有 哦 大人 他头冲下 跳下山坡去了 就像是 往河里跳一样 家伯爵先生 去查查看 快 盯着铁链 看的五六个人 还像羊群一样 挤在车轮之间 可车子 却猛然一动 他们幸好 没弄个皮破骨折 好在 他们也只有皮包骨头了 否则也许 不会那么走运 马车 驶出村子 奔上坡去的冲力 马上给陡峭的山坡 杀住了 马车 逐渐转成了漫步 隆隆地摇晃着 在夏夜的新乡中 向坡顶爬过去 车手的身边 并没有复仇女神 却有数不清的 文银飞绕 他只站在 修理马边的梢头 侍从在马匹旁边步行 流星爆马的提升 在远处隐约可闻 山坡的最陡峭处 有一个小墓地 那儿有一个十字架 架上有一个大大的 耶稣雕像 还是新的 雕工拙劣 是个缺乏经验的粗人客的 但是 他却从生活 也许是他自己的生活中 研究过人体 因为那雕像 瘦得可怕 一个妇女 跪在这象征 巨大痛苦的 凄惨的雕像面前 那痛苦一直在增加 可是 还没有到达极点 马车来到他身边的时候 他掉过头来 立刻站起了身子 走到了 侯爵大人的车门前 他大声地说道 是您啊 大人 大人 我要请愿 什么 总是请愿 大人 为了对伟大的上帝的爱 我那个看林子的丈夫 你那个看林子的丈夫 她怎么了 你们总是那么一套 是欠了什么东西了吧 哦 不 他欠的全都还清了 他死了 哦 那好啊 这样一来 他就清静了 我能把他还给你吗 哦 不 大人 可是 他就睡在这儿 在一小片可怜的草皮下面 哦 那又怎么样呢 大人 这种可怜的小片草皮很多呢 又来了 又怎么样呢 大人 请您听我说 大人 我要请愿 我的丈夫 她是穷死的 许多人都是穷死的 还有许多人 也要穷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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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我能养活他们吗 哦 大人 慈悲的上帝知道 我并不求你养活他们 我只是请求 在我的丈夫躺着的地方 立一块写着她的名字的石碑 或者是木牌 否则 这地方很快就会被忘掉的 等我害了同样的病死去之后 她就再也认不出来了 他们会把我埋在另外一片可怜的草皮下面的 大人 这样的坟墓很多 增加的也很快 太穷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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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听我说呀 大人 侍从 已经把这女人从车门边拉开 马匹撒开腿 小跑起来 赶车人 加快了步伐 那妇女 被远远地扔到了后面 侯爵大人 又在她的三个复仇女神的保护之下 快速地缩短 她跟庄园之间 那一两里路的距离 夏夜的心香在她的四周生腾 随着雨点的落下 而更加的温润活跃了 雨点一视同仁地洒在不远处泉水边 那群满身灰尘和衣衫褂褛的劳累的人的身上 捕鹿公还在对他们起劲地吹嘘着那幽灵式的人 似乎只要他们肯听 就可以总是吹下去 他说话的时候 挥动着他那蓝帽子 大概没了那帽子 他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 人群受不住雨淋 一个个都慢慢地走散了 小窗里有了灯光闪烁 小窗越来越暗 灯光逐渐熄灭了 天空却出现了更多的灯光 仿佛小窗的灯光早已飞到天上 并没有消失 那时 一幢高大的建筑物的阴影 和片片婆娑的树影 已经落到侯爵的身上 马车停了下来 阴影被一只火炬的光取代了 高大的前门 对侯爵敞开了 侯爵对前来伺候的仆人们问道 我等着查尔斯先生的到来 他从英格兰到了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备